每个人都会开悟 在死的那一刻 每个人都会开悟 在死的那一刻 你这辈子放不下的那些执着 那些痛苦 那些仇恨 那些功名利禄 瞬间都会变成果然云烟 因为那一刻你才突然发现 原来那些东西就带不走 接下来的两分钟会改变你的命运 如果你把这两分钟听懂了 真的你所有的人生 所有的困难 所有的挫折 你全明白了 你全放下了 假如此时此刻 你已经死了 让你给自己这辈子 做一个盖棺定论 你会用哪四个字来评价你的意思 有人会用雍雍碌碌 有人会用死不瞑目 那假如你的生命当中 还有最后五秒 你会去做什么 你可能会去找你最爱的那个人 跟他讲一句 你有多爱他 如果你的生命当中 还有最后五个小时 除了见你最爱的人 你会做什么 你可能会去你这辈子 最想去的地方 周老师 我从来都没有去过南极 我要去一下南极 找干嘛去了 为什么不是现在 假如你生命当中 还有最后五天 除了见你爱的人 去你爱去的地方 你还想做什么 我能为这个社会 留下点什么呢 不要说这个世界 会不会记得我 我的子孙后代 会记得我吗 你的爷爷 你的爷爷叫做什么名字 你爷爷的爷爷叫做什么名字 你可能早都已经忘了 这个世界 磨灭了你在这个世间所有的痕迹 那假如 你的生命 还有再来一次的机会 你准备怎么活 每个人都会开悟 在死的那一刻 每个人都会开悟 在死的那一刻 你这辈子放不下的那些执着 那些痛苦 那些仇恨 那些功名利禄 瞬间都会变成过眼语言 因为那一刻 你才突然发现 原来那些东西就带不走 这个世界最大的悲哀 就是临死前才明白这个道理 这个世界最大的愚蠢 就是拿带的走的 去换了一大堆带不走的 2019年 我带的我的学员 去到加拿大开规律 我有一个学生姓和 在多伦多 全球最大的葡萄酒庄 冰酒 卖冰酒 比酒太好喝 我们试喝以后 觉得特别好 他就买了好几箱 买完以后 我说你分 你喝吧 一起喝吧 天不能喝 我说怎么了 咱不是马上去黄刀吗 到黄刀 零下45度看北极光 咱在帐篷里 看着北极光 你给我们讲的规律 咱们喝的冰酒 那种情情多美 我没搭理它 结果转飞机的时候 到了安检那 老外说 不好意思 这个酒水不能带 那个钱是能带走的 那个酒带不走 他拿能带走的 钱 换了一大堆带不走的酒 到最后 只能把那两箱酒 扔到了那个垃圾桶 很多人可能会笑他 这个学生好愚蠢 说不定就是他 在这个世界上 什么东西带不走 你的房 你的车 你的钱 你的老婆 你的孩子 你的珠宝 你的首饰 你的奢侈品 没有一个东西能带走 那请问这个世界 什么能带走呢 你这辈子的成绩 你这辈子的修为 你这辈子的福报 这个世界最大的愚蠢 就是拿能带走的 换了一大堆带不走的 而这个世界最大的智慧 是拿那些带不走的 换一大堆能带走的 为什么扎克布格要裸捐 为什么比尔盖茨要裸捐 为什么巴菲特要裸捐 因为他们都明白了这个道理 他的再多的钱带不走 但是他的福报可以带走 所以他们愿意拿那些 带不走的钱 去换他能带走的福报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每一个人都会开悟 但是死的那一刻开 就白开了 要死之前开 死之前开才有价值才有意义啊 人这辈子其实就两件事 把这两件事搞懂了就开悟了 一件事是活法 一件事是死法 人生应该怎么活呢 首先你要搞懂 人生应该怎么死 不知死焉之生呢 什么叫做死法 人生有两种死法 一种叫死不瞑目 生不如死的死法 还有一种叫无疾而终 叫含笑九泉 如何才能做到含线九泉 死而无憾呢 道法肃起 把这四件事做好了 你就可以死而无憾 第一件事 在死之前找到了自己的红尘使命 做了一份轰轰烈烈的事 也就像乔布斯创立苹果一样 他虽然已经死了 今天苹果还在 从这个点上乔布斯死而无憾 二 找到自己的灵魂伴侣双生火焰 谈一场惊天地七鬼神的爱情 这个点叫死而无憾 三 找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同兄一起策马奔腾 一起对酒当歌 四 在死之前 开悟觉醒 这辈子才能死而无憾 所以说各位 每一次圣贤留学结束的时候 我的那些裤子在我面前 真的 我太感谢你了 你把我醒了 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我的父母给了我第一次生命 是肉体的出生 而你给了我觉醒 我在跟你上完这十四天的游学 我才明白我这辈子白火了 那五十三年我都白火了 这一刻我才活着 王阳明开悟以后说 圣人之道 无性之主 不加麦求 人人皆有良知 人人皆可 成圣成贤呀 佛陀死之前说 从今天起 不要叫我释迦摩尼 叫我佛陀 弟弟说 师父 佛陀可解 释迦摩尼说 佛陀的意思就是 已经觉醒的众生 叫佛陀 师父 你的意思就是 你是已经觉醒的众生 那我们是未觉醒的佛陀 那我们如果醒了呢 你们本身就是佛 跟我一样 他的第四家业瞬间醒来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如果在死前 你没有成为圣贤就死了 那不就白死了吗 那怎么才能成为圣贤呢 那怎么才能开悟觉醒呢 要找到已经一个开悟觉醒的人 才能把你带上开悟觉醒的头 佛陀有没有老师啊 佛陀拜过三十五个老师啊 孔子有没有老师啊 孔子的老师就是老子啊 老子有没有老师啊 王阳明有没有老师啊 在这个世间 所有的古圣先贤 皆是因为找到了自己的老师 他们才有可能成圣成贤啊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每一个人的起点都不一样 但是我们每个人的终点都是一样的 我们每个人的目标也都是一样的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唯一目的 就是修炼自己的成绩 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家人们 不要用脑袋来听我的课程 要用心来听我的课程 你一旦被我唤醒 你的整个人生会魔术感的发生改变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我想让众生都学会财商 我想让人人都能找到自己的轨道 我想让人人都能够觉醒 什么时候会没有战争 没有灾难 没有痛苦啊 就是因为所有人都觉醒的时候啊 人人皆可成为圣贤啊 人人都成为圣贤以后 众生都各归 其道各行其之 自行运转的时候啊 人人都开悟觉醒了 万物都本一体 你还会伤害别人吗 你不会 因为你知道你伤害别人 就是伤害你自己 所以只有人人都成神成贤 这个世界 才能真真正正变成美丽的莲花帮 才能实现老子和孔子口中的 世界大同 万法归宗万教归一 会成的使命 是让一家族实现财富自由 而周使命 是让众生都开悟觉醒 成生成险 让众生各归其道 各行其事自行运转 曾经打造一个 这样的大同世界这件事 孔子想干 但是没干成 老子想干 没干成 王阳明想干 没干成 佛陀想干 没干成 我想试试 因为有些事总要有人来干 但是我知道一定不是靠我一个人 就像孔子的儒家能够传承两千五百载 靠的不是孔子一个人 靠的是孔子的重力字 跟孔子一起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 我也想找到我的子宫 我也想找到我的言回 我也想找到我的众友 我也想找到我的许爱 我愿意把我毕生所学 全部传播给你 让你能够真真正正的 实现财富自由开悟觉醒 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当你实现了以后 站出来跟我一起 把这套学说 传到你所在的那个国家 那个民族 传播到全世界 让天下归人 叫人人得以做君子 实现世界和平 实现世界大通 你们愿意吗 马云 给这个世界开的药方 是用他的商业 让世界继续繁荣一百年 马斯克给这个世界开的药方 是在赶在人类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前 让人类可以殖民火星 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 打的是核武器整个地球文明全部摧毁了 因为马斯克找到了火星 我们人类的文明才有可能延续啊 他的格局大不辣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即使人类可以去火星了 人类可以离开太阳系了 人类可以离开银河系了 如果不觉醒 那个战争的战火会烧到火星 所以我给人类开的药方是 人人都要财务自由 人人都要成圣成贤 人人都要开悟觉醒 只有那样我们这个娑婆的世界 才能变成美丽的莲花帮 这是我给这个世界开的药方